星級會客室 有請星級主持汪漫寧 汪漫寧,資深傳媒人 縱環娛樂圈40年 不少名人、巨星、幕後大師 都是他的好朋友 可謂雙色滿天下 今集請來的嘉賓有張偉健 講述當年為何歌唱比賽 取得冠軍也紅不起 你能夠女方唱得好嗎 你能夠女方唱得好嗎 你能夠道德偉跳得好嗎 初入電視台拍劇 演的是只有兩句對白的大配角 媽媽,我回來了 很餓,開飯了嗎 只是這兩句而已 張偉健,1965年出生 1984年參加歌唱比賽而入行 唱而優質演的他 擅長拍喜劇 演活過無數角色深入民心 我今天的嘉賓就很厲害了 他有毛、沒有毛,你都認得他 你絕對不會不知道他是誰 他就是Dicky,張偉健 你好 大家好,阿姐好 你好 謝謝你 你因為經常都不在香港 但也剛剛抽到時間跟我們聊天 是,經常都不在香港 但也有時… 其實香港現在多數都是… 我一做完事,我永遠都會… 我兩個選擇,永遠都會… 是 一做完事,我的工作人員都會問我 怎樣,飛北京還是飛香港 北京,我跟張善有個家 張善… 對呀,拍完《西條記》 拍完《西條記》之後 然後離開了少林寺 然後就自己出來闖 有一位製作人想找我拍戲 然後就叫我開架 然後我就開了個合理價 那你是不是真是獅子大客 合理價… 我已經三分四次強調是合理的 所以… 然後他說你… 臉沒有毛,你不值錢 你不要傻了 那好吧,不合作就不合作 也不用這樣傷… 一個年輕人的自尊心 那時候還是年輕 那就… 那從此就決定… 然後我就… 對呀,我就跟自己說 就是… OK,行 我就… 以後… 我要告訴你 我就算是… 沒有毛 我都可以值錢的 就是那個男人的頭頂 就算一條毛都沒有 都可以很有魅力的 這樣,然後就… 然後真的這麼巧 跟上我就剃頭了 然後就開始拍一些大陸的電影 一些內地的青妝片等等 當年張偉健由歌手轉為演員 到電視台拍劇 雖然一直只是演大配角 不過他也不介意 更視為是一種磨練 其實我從第一天入行 第一天開始演戲 即是十九歲的時候 做了新手 十九歲之後,新手之後 我已經開始寫自己的對白 但你那時候只是跑龍套 對呀 跑龍套也自己寫對白 對呀,寫完之後就給導演看 對呀,譬如初初演戲的時候 只有一、兩句對白的那些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媽媽我回來了 好餓,開了飯了沒有 通常都是做別人的兒子 弟弟那些 就是這麼多的 可能那一集戲 我只是這兩句而已 兩句對白,任何人 一分鐘之內都記住了 媽媽我回來了 好餓,開了飯了沒有 我想一個不懂演戲的人 都會隨時記住這兩句對白 但我會兩句對白 我會坐在書桌上 看著這兩句對白 可能看過幾、兩個小時 然後在那裡發呆頭 在那裡混由太虛 然後在腦裡想 幾十種方法 說這幾句話的方法 是,演繹方式 然後想完演繹方式之後 再想 一樣的意思 有沒有另外一些 Wordings 是更加好的 媽媽我回來了 還是老媽子我回來了 我好餓 還是 我愛到脫肺 都可以的 總之在一個遊戲規則裡面 能播出的東西 不離開劇本的意思 轉換 接著我就開始發覺 哇,這件事 演戲這件事是很深奧 光兩句對白 媽媽我回來 很餓 開得快未 都可以有千千萬萬種 幾百種 即是表達方式 表達方式 那我就由這樣開始 最初兩句對白 我可能會想過幾兩個小時 到後來如果有一兩場戲 我可能會 想整天 是的 想整天 甚至乎幾天 因為我知道 譬如我知道 我這個角色 我有一場很重要的戲 一早就拿了劇本 很重要的戲 還沒排出來的 不知何時拍的 但我就會開始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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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有一天拍那場戲的時候 我應該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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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時譬如 晚上下班 回到家 你知道TVB都是沒得睡的 雖然是配角 都沒得睡 配角更加沒得睡 很多時 就是 第一場又是你 最後一場又是你 那譬如我很多時 一兩點兩三點 下班回到家 第二天開六點 那就是 本來就已經 只有三個小時睡 其實回到家很累 但是我會是 不脫鞋不脫蜜 放下個袋 立刻就拿 明天的劇本出來 立刻就開始看 看看 就是想想想 逐場看 逐場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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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我做完這些功課位置 我才脫鞋脫蜜 換衣服、洗澡、睡覺 久而久之 年復年、日復日 這樣去打磨自己 我想問你 參加新秀的時候 你取得冠軍 之前的準備比賽 你會不會都是這樣 這是你一向的模式 還是怎樣 都是這樣的 你贏的冠軍 其實你都是 自己計算了很多東西 是啊 譬如那些噁心的舞 那些噁心的舞 那些打關斗 那些東西 都是自己設計 然後自己練 不斷練… 眼見同期歌手 一個一個走紅 張偉健依然甘於 在電視台演小角色 與其說有自知之明 不如說是懂得自我反省 默默等待機會 對 當做藥的時候 你去見藝園部經理 嗯… 你就說人家叫你簽三年 嗯… 你說你是想做男主角 那為什麼那時候你會覺得 那八年之後 你已經儲好你的能量 嗯… 可以一觸即發嗎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在那八年當中 嗯… 我首先是簽… 我入了新秀 參加新秀贏了 那我就順利成章 就簽約華星唱片 嗯… 成為歌手 嗯… 然後華星唱片公司那時候 就幫我出唱片 都是沒有被力捧的 都沒有被力捧的 沒有力捧 但是都… 都賦予了我一首長清金曲 嗯… 足球小象 嗯… 這樣就… 除了足球小象之外 都…都沒有什麼收穫了 華星 就是反而跟你同期的時候 許志安 是啊… 他們反而… 就是… 個個都可以的 都可以就是… 杜德偉、草猛 就是李莫基睿 周圍文 對…就是黎明 就是你沒有機會 對… 但是… 華星在唱片方面 一直都沒有機會出唱片 然後在TVB 進去TVB拍戲 一直都沒有機會 去做男主角 但是呢 我是從來… 在八年之前 那八年當中 我從來沒有回去華星 回公司 或者回TVB去抱怨 怎樣的 你沒有簽人回來 這樣放得怎麼樣的 就是我從來… 半句抱怨都沒有抱怨過 為什麼呢 我不是逆來順受 你是等那個機會 亦都不是在等那個機會 而是我跟自己說 嗯… 你覺得你很行嗎 張先生 嗯… 分開兩邊來說 嗯… 首先說唱片方面 嗯… 你是不是覺得你很唱得 嗯… 你能夠不夠妹姐唱得 嗯… 你能夠不夠女方唱得好 嗯… 你是不是覺得你很跳得 又不… 你能夠夠杜德偉跳得好 嗯… 你能夠… 有沒有草蠻跳得好 嗯… 你是不是很作德 你是不是很創作型 又不是 你又不是創作型 OK 那你現在回去抱怨公司 為什麼不跟我出唱片 嗯… 人家怎麼回答你 人家是有很多理由回答你 是啊 一大串理由回答你 那你是不是自討沒趣 嗯… 所以… 我就跟自己說 當有一天… OK 我跟自己說 其實我呢 都是一個商品而已 如果我這件商品 是很fine的 各樣東西都是很好的 公司是一間… 商業機構 商業機構而已 他沒理由不把你拿出去賣 是啊… 如果你這件商品 是這麼fine的 一定賣得很好 嗯… 他不拿出去賣 就是這件商品 是不夠好 就是賣不到錢的 是我跟自己說 賣不到錢 是… 不夠好那怎麼辦 那不代表你一輩子都賣不到錢 嗯… 你就升級自己 嗯… 將我自己打磨打磨打磨 Polish…Polish… 演戲那方面 真是在TVV那方面 我也是這樣跟自己說 打磨到有一天 我自己都覺得我自己準備好了 我應該…我各方面都挺好的 的時候我才再去… 跟公司說 都不像 嗯… 所以我就一直… 一直在那八年裡面 其實我是一直這樣… 真是… 你說阿Q精神又可以的 嗯… 你說我太熱愛這個行業 我捨不得離開去… 去… 去… 寧謀高就認得 嗯… 但是我覺得更加大的原因 我… 頭的八年一直這樣… 在這個行業裡面 是我… 學習的時間 學習的時間 improve… improve… 希望盡快可以到達那個… 從來… 是否從來沒有想過放棄 沒有… 沒有… 下一節 張偉健說一下 突然人氣急升 他怎樣把握機會 發現了新女造 唱片公司 第一支碟就已經歸本了 對… 1991年 張偉健在演戲上經過一花努力 終於有所收獲 他主演的一套電視劇大受歡迎 令他人氣急升 我得到機會 在TVB得到機會 真的完全是這位前輩 Eric Chiu 招送文 他給我機會 招送文 他給我機會 而當年… 談合約我也是跟他談的 而… 那時候其實是第一部電視劇 紅了出來而已 老有鬼鬼 電視劇出來之後 接著他就跟我喝茶就說 弟弟,行了 行了… 行了… 我說行了… 是荷包蛋而已 喂… 一部電視劇你已經想賺很多了嗎 不是啊 意思是… 簡直沒有 沒有… 是零 一部電視劇之後 但給人的感覺就是… 很得 很得 包括Eric Chiu 趙淑文 都覺得你很得 他都以為我很得 但我告訴他 我真的得了一半 但他也知道無線 不會付很多錢 但他以為外面我… 很好… 我告訴他沒有廣告… 沒有電視劇… 沒有電視劇… 沒有展示劇… 只有名字… 只有… 繼續一部電視劇… 然後記者說… 健仔你現在很紅 謝謝… 這樣吧 甚麼都沒有 然後他就說… 行了… 那你明天就見到記者 就跟記者說 你現在有十部電視劇… 我問… 那行不行 大哥,我一部也沒有 試一下吧 反正你一部也沒有 你講完之後… 不用死的 是吧 看看是甚麼效果 其實會的 別人會說 你會說謊 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於… 好吧… 那我試一下吧 講完之後 即是第二天開始 很多 每一天最少有一部電影 找你拍 找我拍 那… 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明白到一個道理 受田無人耕 是呀,可以這麼說 受田無人耕 第一 第二就是… 羊群心理 當時我… 我皺了眉頭 說可以嗎 這樣… Eric 這樣可以嗎 然後Eric就說 羊群心理 你知道甚麼叫羊群心理 你搶啊 大家來搶 是 真的… 出之真的有很多戲找你拍 是啊 但是如果換了這個時間 換了這段時間就不行了 那就死定了 因為香港人現在只有這樣 一年拍五十部 你騙人嗎 沒可能你接十部 因為當年你紅的時候 二十二百多部 我也… 我也所不清 一年有多少戲 很多天拍了 那時候拍了也沒有拍照 是嗎 總之不停找你拍 總之大家長的 是啊… 是啊 可惜好景不償 張偉健的事業 就好像過山車一樣 很快由高處下落 我想問你當時 你會不會是挺飄飄然的 當時很多人找你拍戲 有沒有經歷那個階段 飄飄然就一定有的 飄飄然 然後飄了一年兩年 又變回帽 然後再有回 再得到的時候 就不敢再飄飄然 那飄飄然有時候你會怎樣的 飄飄然的時候 覺得… 那個世界是你的 各樣東西都可以的 各樣東西都… 總之就是… 出唱片 不知道為什麼 又賣這麼多的 出部劇 不知道… 當然我知道為什麼 出劇 我也知道為什麼 又很好評判的 那去客串的劇 或者電影 又都很好票房 很好評判 那我不… 不記得了 這個世界有一個字叫輸 忘記了 是啊 就是以為自己贏了 是啊 總之覺得理所當然的 就是世界在你掌握之中 是啊 一切在掌握之中 但是… 突然間… 那一刻… 一不成功的時候 就覺得… 那個轉變很大 就覺得… 那個落叉很大 整個世界一切不在掌握之中 即是很失落 還很徬徨 不止失落 是… 完全是… 拋頭 為什麼我會死了 我壞什麼呢 我沒什麼壞 我又沒有什麼緋聞 又沒有… 又沒有得罪人 又沒有得罪人 我又沒有犯罪 又沒有被警察抓 什麼都沒有做錯 但你不知道娛樂圈就是這樣嗎 是啊 就是那時候才知道 娛樂圈就是這樣 張先生 但是我今時今日 我才三十歲鬆一點 那怎麼辦呢 還有一段時間走 但是我認為我自己很客觀地跳出來 看回張惠傑 我是一個老闆 我也不會碰你 你由開始伸手出來 八年之後紅了 然後現在跌回到谷底 不再新鮮 我是導演也不會找你 我寧願找個新人好過 不再新鮮 我是唱片公司 我也不會和你出唱片 不再新鮮 不再新鮮 那時候你真的很害怕 那我就想 是的 是不再新鮮 人是不再新鮮 張惠傑這三個字是不再新鮮 但是由張惠傑 同一個人 我是演化出 別的東西來的 我不是只懂得演老友鬼鬼 你能否演化到別的東西出來 你演化到別的東西出來 你就有一條新生命 我不是只懂得唱真真假假 哎呀哎呀 襯襯你 那你可以唱到甚麼出來 如果你有的話 你創作到 或者你想到 或者你唱到 條街上吹到 你就有一條新生命 你就褪變了 所以我有兩種思想 第一種思想就是 我承認我是不再新鮮 是 但是我可以由這個不新鮮 我可以對變出一個新生命 這個新鮮 當時張惠傑 有成一年多都沒有工作 直至有一間台灣唱片公司 找他到台灣出唱片 令他絕處又逢生 你去台灣的時候 你見唱片公司 又會有一隻故事 你自己記不記得 是的 是的 這個就是以前積落的一些經驗 在TVB那裡 聽那些甘草演員說 我去客串那部甚麼電影 我駕駛的新車去 我說為甚麼 我當然不駕駛前七 我不是會去那些山卡拉地方 那些上山 整個咚 到你的車花光了 我都要駕駛新車去的 為甚麼 被人看見我駕駛甚麼車 那他們還敢給片酬低我嗎 你明白嗎?年輕人 那你好像是 這些以如木耳的前輩們 說給我聽的一些小故事 後來就有人找我去台灣談 然後我心想 那他們當然會來接機 接機 那我就 坐的士又不同 還是怎樣 當然是明星當然有車子 是嗎? 訂的Benz 別多說 自己訂的 自己訂的 我真的只有一萬幾千 那時候整副身家 一萬幾千 因為花了一年多 沒有自小 是呀 接著就 我一定要訂 西華酒店 當時台北 很漂亮的 最漂亮的 我一定要套房 哇 這麼貴貴死了 真是 肉都尺了 幾千元 都要給 然後呢 一落機 就收到他們的電話 阿薇 阿薇 今天我們沒空在 Janny飛機 你自己去酒店好嗎 我心想 你早點出聲 我不用訂一個Benz 訂一個Benz 我現在坐在那裡 給誰看 好像千多元 我記得港幣 是呀 當然要 肉都齊了 早知道坐的士 好 好了 那去到酒店 然後我死都要約 他們在我酒店聊 讓他們看看 我住套房的 你敢給我條件低 用回前輩們的那種 那種theory 然後約了晚上10時 的時候 我在8時的時候 我就叫了五杯咖啡 然後就把糖 全部放進去 就叫它兩包煙 拆開煙 撕斷燒一燒 撕斷燒一燒 那些煙 攤了整個焗 然後人家一來到 老闆一來到 哎唷 你又有客人賴 我說不不不 剛才華納唱片 他們來跟我談的 談得挺開心 不用理他 我們自己談 放在那邊 那些人來談 對 看到他眼睛是 寫著那個字 就說 阿納唱片 我一定要把你 搞到瘦 真的很快就談成了 在這個小故事裡面 我想套用 台灣有一位 既然在說台灣 台灣有一位作家 我也挺喜歡的 就叫做劉蓉先生 劉蓉 劉蓉先生 他曾經有一本書 是叫做 《我不是教你詐》 奸詐的詐 是 我不是教你詐 我想套用劉先生的 這本書名 來對應我這個小故事 《我不是教大家奸詐》 而是我覺得 當一個人 走到一個 差不多 真的不知道怎麼走的時候 你也不要放棄 你要用盡一切方法 只要不要傷天害你 說真的 我去訂購購士 我去訂購西華的套房 我去叫幾杯咖啡 這些都是一些無傷大雅的 不是傷害人的 不是無傷害人 浪費少許錢而已 浪費少許錢而已 人家未必受的 是啊 人家未必受的 試一下吧 試一下吧 我最後也很努力地去做唱片 去做宣傳 把全新女生做 唱片公司第一隻碟 就已經歸本了 我覺得我也完全對得住天地良心 更加對得住老闆 其實基本上你是好運的 跌跌下又上 下一集張偉健會細嫂 勸中一群好兄弟 然後她立即二話不說 就借五百元給我 她整副身家只有一千元 她借一半給你 也會分享 跟張倩夫妻相處之道 家用我會給 慢慢回家 而且 我覺得 你做不清 你做不清 你做不清